倒數本的話 我們就接著我們 這個上次的課程 我們接著請大家分到 課本第45頁 我們分到課本第45頁 後面這邊 倒數 倒數第六頁這裡 45頁 45頁 可能大家都還沒有回神過來 45頁 45頁倒數第六頁這裡 我們把這本文字 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幅經是十方三世 一切諸佛如來 度眾生成佛的第一經 不僅是靜宗第一經 是一切諸佛 所說的第一經 我們的福報 是真不曉 諸佛如來 的第一經 所以生中 能遇到 是多麼大的福報 遇到能相信 能理解 能依照經典的理論 方法 修行 果報 不可思議 所以這一段的當中 主要是告訴我們 這本五項壽經 是一切諸佛如來 度眾生的 這個第一經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許佛修行當中 佛陀所講的 三藏十二部的經典當中 所有經典都是佛說 但是有些經典是療癒的 有些經典是不療癒的 所謂的療癒經典 就是說這本經典告訴我們 可以從凡夫 修到成佛 可以讓我們成就佛道 成佛就是究竟 就是最圓滿 所以這個 才稱為叫做療癒 但有些經典呢 像小乘的經典 阿罕經啊 這些長阿罕 經醫阿罕 中阿罕 這些阿罕經 它是什麼 告訴我們 讓我們修道阿罕 身文 但是呢 身文阿罕 畢竟只是聖者的 第一階而已 比如說 四個階位 我們就分 大學 大家都知道 讀完四年才算做畢業吧 阿罕 只算是所謂 大學一年級 元爵 屁之佛 只算是屬於 大學二年級 菩薩是三年級 佛就是什麼 四年級的畢業生而已 所以你學這些的阿罕經 這個只不過當身文 這只是到半路了 所以這些經典 也是佛頭所說的經典 但是呢 它還沒有到達究竟 所以學佛修行的當中 最究竟就是要成佛 這樣大家可以知道嗎 所以有很多的經典 雖然都是佛說 但是有些 是沒有辦法讓你們 達到成佛的結尾 所以 這個 就是還沒有完全療育 那這裡所說的 這部 五量壽經 是因為阿彌陀佛的一個願心 他的悲心 願力 知道我們眾生啊 在世間當中 說佛世界 要靠自己 學佛修行 要成就 這個佛道 相當的不容易 現在不要說 要在這個世間修行成佛 光要成阿羅漢就很難了 誘惑太多 然後呢 好啦 就算沒有任何的誘惑 你說好好的修行 但是你看 現在天災 人禍不斷 居住的國土 不斷的有這種災難 你光住的地方 就造成這麼多的動盪不安 你還沒有成就以前 你的國土 你修行的地方 就被破壞了 所以你怎麼在這個收佛修行 真的很難 所以我們說 一照阿彌陀佛的五量壽經 第一個 我們先念佛 然後花言 往生極樂世界 你到極樂世界 第一 它沒有這些的天災 第二 沒有這些人禍 去到那邊的環境 就是只有好的 沒有壞的 去到那邊的 這個周圍的 佛菩薩 我們的善知識 都是鼓勵我們向善的 那只是讓我們快速成就 所以我們到那個地方去修學 是肯定讓我們老日成佛的 所以他才說 這是所有諸佛如來 度眾生的第一經 因為佛陀 來世間講經說法 這是為什麼 為了度大家成佛 你們都成佛了 這就是他們 他的重要的責任 就像我們持續的 這個團體一樣 哪裡有災難 哪裡有 這個需要救助的 這就是什麼 持續的第一時間 他所行菩薩道 所要去度的眾生 所以同樣的 一切 十方的一切 反乎眾生 都是佛所要度的 所以佛要度一切眾生成佛 所以本經 就是所謂的佛度眾生的第一經 而且是最方便的 所以我們說阿彌陀佛 以這個四十八月 然後來度一切眾生 能夠快速成佛 所以才說 如果我們這一生當中 能夠聽聞到這部經典 真的是大福報 所以這一生能夠遇到 能夠去修學 乃至能夠導致念佛 快往生淨土 那麼你到極樂世界 能夠繼續在那邊修行 就能夠在很短的時間 不用到幾節的時間 就能夠修學成佛 所以這才是最殊勝最方便 那如果我們在其他的地方 不是到極樂世界的話 可能就是像佛陀所說的 你要成就佛道 必須要三大八升七節 所以這是什麼 按照一般的修學方式的話 是要這麼久的時間 但是因為你到極樂世界 因為阿彌陀佛的願意 四十八願 我們上次也講過了 你要修福報 你一個早餐這麼短的時間 就可以到十方 所有的諸佛世界去供養 無量無數的諸佛 那你要供養的那些的珍珠 七寶 車曲馬牢 所有的東西 你想供養什麼 就有什麼 你想供養多少 就有多少 所以你要修福報 在極樂世界 太快了 你在這邊 要布施個一千萬 相當的難 一輩子都賺不到一千萬 何況你要布施一千萬 但是你要在那邊 極樂世界 你想供養多少 就有多少 所以為什麼他能夠在那邊 快速成佛 就是你修福報很快 你要修智慧也很快 想聽任何一位諸佛 或者是菩薩 為你講經 說法 講了一經 講不了一經 你想聽深的 佛菩薩就跟你講深的 你想聽淺的 佛菩薩也跟你講淺的 完全是按你想聽什麼 想學什麼 所以什麼 隨時都可以聽得到 所以你要去聽文 要修學智慧 也是非常快速 所以福會都圓滿 那你就成佛了 所以這一點是真的 是在極樂世界 跟我們其他的說佛世界 所不能夠比擬的 所以重點 淨徒告訴我們的 就是老實念佛 一句阿彌陀佛 咬定了 生也念佛 死也念佛 還是我們呢 有人往生了 你去幫他祝念 還是幫他念阿彌陀佛 所以什麼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修學呢 所以我們呢 這個就是淨徒的 最殊勝 最方便的一個方式 所以 五量壽經 講解的就是 阿彌陀佛的一個 過去修行跟發言 以及啊 現在所成就的 極樂世界的種種因緣 所以這一點呢 讓大家能夠了解 為什麼他是諸佛 度眾的第一經 就是他方便 異行 然後能夠快速成就 這是這一段的一個重點 跟大家做個講解 我們再來看後面的 這個第二行這裡 我們今日有幸遇到這部經 真的是稀有難逢 遇到了 只要能深信 能依照奉行 你就決定成佛 與泥土沒有兩樣 正如經文上說的 決定必成無上正絕 所以這就是告訴我們 只要我們聽聞這本經典 一個經典的修學方式 阿彌陀佛過去這樣修學 成佛的 我們現在 也是依著他的一個 這個 修行方式 跟他發同樣的願望 然後來利益眾生 那麼發現到極樂世界 真的我們就能夠跟佛一樣 仰仗佛力的加持 然後在那邊修佛 修佛修慧 這樣子的話 我們決定很快能夠成就無上正等正絕 無上正等正絕就是佛道 就是成佛 所以這一點就是告訴我們 必須更有堅定的信心才行 接著我們看後面的文章 我們得人生 有機會聞到諸佛如來所說的第一經 我們應當慶幸 應當尊重 應當一覺修行 希望在這一生中 把這些冤金、債主、債務 都做了個了結 這才能往生淨土 不退成佛 修佛當中 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能夠成就 我們為什麼諸事不順 別人都能夠 手求如意 自在吉祥 我們為什麼手求不如意 然後平常呢 又諸事不順 這是為什麼 這就是我們過去世 燒了所謂的一些惡業 感召的惡果 乃至呢 在這一生當中 這些的過去式的 連結緣親債主 遇上了 遇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 有這些的 種種的不如意 乃至種種的 這些的災難 這些都是過去的惡業所造 然後現在 有感受的果報 所以我們說人來 世間 就是醋長夜報 你是來報恩的 那麼你呢 就必須要去 對你以前的恩人 幫助你的這些的大善知識 你就會去對他非常的好 那你是來抱怨的 相對的 你就是一個 好 讓人頭痛 讓人不喜歡的一個 這個惡知識 所以我們說在這邊當中 不是討債 就是還債 所以一切的因緣當中 都是如此的 所以我們說 情不重 不勝說婆 念不依 不勝淨土 你如果不是過去式 這個愛欲 情質太重 我們今天都不會 在說婆世間 因為我們貪愛 然後呢 無名 所以呢 今天 輪回生死 那我們現在 修行 還是呢 依著五樣壽經 奧彌陀經 我們要往生淨土 我們的念 就是要轉移 念不依 就不能夠往生淨土 所以你要往生淨土 什麼往生呢 就是一句阿彌陀佛 你能夠一句阿彌陀佛 在你靈命宗使那一念 還念得出來 那就恭喜你了 你肯定 不必要人家註念 自己就能夠往生 所以我們說啊 很簡單啊 靈命宗使就那一句阿彌陀佛 四個字啊 很短啊 很容易念啊 對啊 現在是大家都知道知道 身心很健康 沒有煩惱的時候 你說這一句話 念得很容易阿彌陀佛 但是問題是 當你那時候 又生病 然後冤親債主 又來找你的時候 你說你要出國了 但是你的債主 債務人不讓你出國的時候 你看你還不能夠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要往生極樂事件 你還念得出來嗎 今天你要出國 海關前面都是你的冤親債主 你的債務人擋在那邊 跟你要債 你能夠債債債的 啊再見了 我要出國了 我要回台國了 有那麼容易嗎 不容易啊 所以這是我們講的 現在所修 現在所學的 不管你是 念佛奉經 做慈善 布施 修佛法的功德 現在我們就要什麼 點點滴滴的 就要開始做回向 回向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 從我們的冤親債主做起 過去的 我們不知道欠了多少債務 有多少的冤親債主 我們不曉得 現在的我們念佛一句 一步經典 就要趕快回向冤親債主 欠債還債嘛 那還軟了之後 當然就沒有冤親債主啊 你就沒有障礙了 諸事就能夠順利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沒有生病 因為你沒有冤親債主 早上了 所以什麼 病從哪裡來 病從夜來 夜從哪裡 從心所造 所以我們就是有過去心 沒有需要清靜心 所以造了這麼多的惡因 那現在乃至一個感冒 乃至一個生病 這些都是冤親債主 有的人欠的多 冤親債主 你就生病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欠的少三五天 買個藥 吃一吃就好了 就是為什麼 就是你欠的這個冤親債主 的多 或者是少 現在大家知道了 就是沒有欠人家啊 沒有冤親債主啊 所以你現在不用吃藥 都好了 都很健康啊 但是當你的冤親債主 早上門的時候 神仙難救 無命客 你的業力陷減的時候 再怎麼樣好的優 再怎麼樣貴的要 吃的還是不會好 為什麼 那個就是你的業力到了 所以什麼 不是那麼簡單的 吃佛話講的 就是必須啊 償還這些的業戰 償清了 自然無在神情 所以那時候大家呢 現在修 然後呢 禮命終始 沒有冤親債主來障礙 自然你就能夠很自在的 自己念佛 然後呢 乃至呢 有連友來幫你念佛 只有善知識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師之菩薩 以及所有的清淨大海中菩薩 非常的高興 來接引你 要往生集合世界 你那時候也會很歡喜的 阿彌陀佛 我要跟你去了 肯定沒有人來障礙你 所以叫什麼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說 現在所修 所學 現在就要念佛 不要等到禮命終始才念 那個是來不及的 所以我們說 希望大家現在 就要用功 不要到時候臨時要抱佛腳 那就很不保險的事情 就像一個水災來了 哎呀 你要抱哪 佛都自己 就被大水沖跑了 你要去抱哪一尊佛的腳 所以什麼 平時多燒香啊 平時多用功的話 臨時就不用抱佛腳了 自己一去阿彌陀佛 就能夠往生淨土了 就像這一次啊 我們去參觀花佛 花佛裡面有一個 叫做台灣的真相館 這是一個3D的動畫 3D動畫裡面 所描述的就是 八八水災啊 南部的這個土石油 整個小林村啊 都被淹沒的那種場景 那當然啊 就感同身受喔 突然看到那個土石油下來 大石頭就對著你 就砸過來 一顆大樹就飛過來 就往你前面 那我就在那邊看的時候 真的是身歷其境啊 所以想到這個時候 哇 這顆大石頭 這顆大樹對著我砸過來 我就知道我 溫泄耶 如果它砸過來 我一定死了啊 這個時候我能做什麼 我死了 我只能知道 哇 我要念阿彌陀佛 所以這個什麼 平常的練習 你知道你死了 你要做什麼 你死了就是死了 你還能做什麼 只能夠念佛而已 你平常沒有一種 死了之後 你要做什麼的觀念的話 只阿阿阿阿阿阿 就往生了 對不起 你就繼續在三界輪迴 但是你就知道 那個時候我死了 你就知道我要死了 就是什麼 阿彌陀佛 那你就往生淨土了 差別在這裡而已啊 你說你要 人都要能夠善事嗎 才能夠念佛嗎 不是 這個災難一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 你知道你要往生的時候 你就是要念佛 只有阿彌陀佛 才是你的依靠 就算你一死了之後 你這句阿彌陀佛一念 射身 就什麼 夜上到了 但是你的神事 你就往生淨土了 從此就什麼 解脫了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觀念 你死的那一刹那 你要做什麼 大家必須要告訴自己 就是要念佛而已 其他的你都不用想什麼 也沒有那個時間讓你去想 哎呀我的錢財 我的銀行多少錢 我的幾棟黃子彈 我的阿彌陀 我的阿彌陀 我的什麼東西都不用想 你只知道你要死了 所以那個根本沒有時間 讓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你第一時間 念佛就對了 所以這個就是 比較告訴大家 現在就是要訓練 多念佛 然後呢 多回想給這些願心在主 解怨釋醜 自然能夠自在往生淨土 那麼到其他世界 當然修學快速 就能夠成就佛道 這是這一個 這裡的一個重點 我們接著看到 第五行這裡 只有這幅經 教我們發願求生淨土 是真實的利益 其他一切經不是不好 而是我們一生做不到 一生修學不能成就 換句話說 即使非常認真 用功輕輕修學 也不過是人天兩道而已 沒有辦法超越輪迴 必須超越輪迴 才是真正的利益 真實的功德 實際都要告訴我們 其他經典不是不好 而是問題 你能不能夠修學 能不能夠做到 靠自己修學 靠自己進化 成就了 你才能夠解脫生死輪迴 如果你沒辦法解脫生死輪迴 現在修了很多的福報 做了很多的功德 對不起 你只不過是什麼 往生天堂 當天神 享受你的福報 但是呢 你的福報一用完 你還是要 再墮入三界 六道裡面 還要繼續輪迴 那如果沒有生到天上的呢 你就什麼 下輩子 再來人世間 當富貴人家 當全球所富 當台灣所富 非常有錢 非常有勢力 但是問題 你還是不能夠處理生死 還是在六道裡面輪迴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其他的很多經典 也是很好 但是呢 如果你沒辦法真正 按照那個方式 修到清淨心 然後呢 解脫生死的話呢 那你一樣 還是在裡面輪迴 所以我們說啊 就算要成就阿羅漢 你要修到阿羅漢 究竟清淨的時候 你才能夠什麼 處理輪迴 但是阿羅漢 也還死不過是聖人的 第一階段而已 離成佛還有四個階段 所以你呢 靠自己的自力 把自己解脫 也是可以 但是相當的困難 但是如果依著 淨土法文 只要先念佛 發願往生极樂世界 你只要能夠往生极樂世界 你就處理生死輪迴了 這個是什麼 這是靠阿密作佛的佛力加持 為什麼 雖然我們沒有修到清淨心 雖然我們不是阿羅漢 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往生進步 因為這就是阿密作佛的慈悲 知道你們在世間啊 修學 要成就佛道 靠自己進化太難了 好耶 好的也有做 壞的也有做 那一半一半怎麼辦呢 所以呢 靠自己進化成就 很難 所以阿密作佛就讓你們什麼 淡夜往生 淡夜往生 淡夜往生的意思就是 你的習氣沒有斷掉 你還是有貪 還是撐 還是吃 還是慢 還有餘 這些東西 所有的習氣 你都還存在 你都還沒辦法進化 所以知道你要靠自己進化成佛 太難了 所以阿密作佛說 好了沒關係啦 你只要願意發願往生 極樂世界 來我這個地方修學 那麼我就給你一個機會 淡夜往生 所以這個什麼 這是其他國土所沒有的 其他國土一定要你自己什麼 修學清靜 才讓你去啊 簡單講 你們身上都帶有 這個什麼 流感 都帶有這個什麼 SARS 這個細菌 如果你來到我這個 極樂世界 我就被你污染了啊 所以你們不可以來 你是拒絕往來活 必須要你的身體都清靜 沒有任何的細菌 所以你才能夠來到我的佛陀 佛國淨土 所以你就知道 你自己是一個帶病帶菌的 煩惱習其眾生 還是一個清靜的聖者 這個是不同 所以就是阿密作佛有這個慈悲思心啊 讓我們能夠待夜往生啊 所以我們才能夠因為 用凡夫生 只要禮命終始 一句阿密作佛 就可以仰葬佛力 讓我們到極樂世界 去那邊進化 去那邊改造 這個是最殊勝 最難得的 所以如果你不念佛 不發揮往生淨土 靠自己的修行 要在這個收佛成就 太難了 就像我們講的 泰國很多阿羅漢 很多到森林裡面殘修的 這個高生大的 你看他一輩子 在深山裡面 打坐打坐打坐 修行 才能夠幾十年成阿羅漢 我們有沒有辦法像他們一樣 這麼精心 這樣子都在深山裡面 不與人接觸 只有修行 除了修行 還是修行 除了打坐 還是打坐 這樣你才有能力啊 變成阿羅漢 要脫生死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必須要考慮了 我們必須要什麼 仰仗佛律 然後念佛 待業往生 這一點是最大的不同 所以只要我們願意念佛 就能夠超越生死輪迴 所以這一點 是這一段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跟大家做個說明 我們再看他後面的這個經文 其他的經典 我們不容易做到 不容易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這部經與自己生活很容易相應 從這一點體會 其他的經論再好 做不到也是往來 理、懂、有什麼用 世上做不到 這部經則理論明白可以做到 不明白也能做到 這就妙 所以一定要生虛有心啊 所以這一點就是告訴我們 其他的經典 如果我們呢 在生活當中不方便應用的話 那這個對你呢 在修學當中呢 就是呢 不就近 不方便 但是呢 這個淨土法門 不量壽經 阿彌陀經 最方便 最容易 告訴我們 只要呢 老實的慈敏念佛 用一個慈悲心 那麼呢 生活當中 實時啊 把你的注意力 把你的信念 放在這一句裡